英语中的四种疑问句型 第一种一般疑问句 它的构成就是由 助动词加主语来构成的 比如 他是一位男士吗 is是助动词 而he是主语 is he a man 回答一般都用yes or no来回答 比如 yes he is yes加主语加主动词 或no he isn't can he swim 他会游泳吗 can是主动词 提到主语he的前面 构成一般疑问句 回答就是yes he can or no he can't 第二种就是特殊疑问句 它是由特殊疑问词 加上一般疑问句构成的 比如 what's this 就是说这是什么 what就是我们的特殊疑问词 is this 是一般疑问句构成的就是特殊疑问句 另外一个 where does he live where 是特殊疑问词 does he live 那就是一般疑问句构成的就是特殊疑问句 第三种疑问句型 就是我们的选择疑问句 选择疑问句一般都是前边一部分问句 后边就是选择的部分 比如which color do you like red or yellow 这样构成那就yellow就可以去回答了 那第四种句型就是反应疑问句 反应疑问句要记住两个规则 前面一部分句子和后面一部分句子构成 一部分都是前肯后否 或者是前否后肯 比如 he doesn't like this cat does he doesn't 前面是否定 后边就要用肯定的形式去问 does he 是吗 他不喜欢这只猫 不是吗 或者是前肯后否 he can swim can't he 他可以游泳 他会游泳 不是吗 你学会了吗 点个赞再走吧